经创归仇 并翻学业 阿含等经 并并先毁 涅槃云 发露诸恶 重生死去 所作诸恶 西街发露 智无智处 闭论涉散 随时诵习 义德通用 支持世缘 诸续欲 暂时未归三宝 皆民信邪 随顺生死 皆民学业 阿含下领事 涅槃生死去 即无史实 无智处 即未来寄 未成佛果 正大涅槃 即民涅槃为无智处 连其争及更无所致富 地下执法 随时未族人别墅 通用 未如诸巾 淡灿三四十二等 见识超 记卷三十九 好 我们这一段你们刚刚读的 我们先来 先透过你们 将这个文字给理解从自身 来 先从广力法师开始来 密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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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讲到南山立在家备兰 第二十页的第四项 忏悔 那世超说 信邪也来往 照非法 经创归头必翻邪业 就是说 我们一直很深深蒂固的 相信这个三毒 然后呢 从来都没有去归信过 这个正法 然后呢 就用这样子错误的观念 一直生活在这个 呃 生活着 也无知无明的照做了很多 呃 不是真理的方法 那像今天呢 因为我们有佛的关系 所以我们能够皈依在这个佛法身下面 经前呢 发大愿 然后翻转我们过去的这些 呃 不正不正知政界的这些业力 生死轮回的这个业力 为脱离三界的一个正法 那安安恒心说 要怎么做呢 就是说 我们要先忏悔 所以这个涅槃运说 我们要怎么忏悔 就是说 我们先发露 就是把我们过去所做的这些恶业呢 先把它呃 呃 发露出来 并且从生死以来呢 我们所做的这些不好的律仪 还有我们都不断的去把它去揭开出来 自归一处 就是 然后必论 热忏 随时送血 就是说 我们呢 就是学习了这个忏悔的方法 并且我们随时读诵 学习 用这样的方法呢 也是是可以的 那 这时诗语说 这一开始他就在讲说 这个信邪以来一直到这个义德通用 所以他就继续阐述说 虽然我们没有归 还没有上 没有归一道三宝 这些名字就叫做做血液 而且呢 我们随 因为我们随顺轮转这个生死 所以呢 也叫做 这些 呃 这些行为呢 就叫做血液 所以安含经下面他就引了说 涅槃生死之祭及无死时 就是在我们生死他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他是尽未来祭的 那我们要成佛呢 正得这个大涅槃呢 我们就叫他做涅槃道 是无智处 所以他是很寂静 寂静的 阿弥陀佛 那他后面就是在讲 所以我们随时呢 下面他就只是这个方法 就是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随时随地呢 随用这个学习这个诸经 诸论 然后呢 忏悔我们 呃 过去 现在 未来 所要知道做的这个 十二的 这些行为 那这些 见四超券 三十九 阿弥陀佛 好 来 再下一个 来 请那讲我把什么都讲 阿弥陀佛 好 这个是我们在家贝兰里面的中体篇的 呃 第四项 第四项 忏悔 那 呃 这里四超云 呃 呃 再说 呃 四超云里面说到就是说 我信爵来酒 忘销非法 因創归头必翻 结业 啊 这个短短的四句话 呃 呃 呃 就是能够呃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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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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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知我见 就是我的法律 然后呢 我的个人的看法 以我知我见来 来评论人世性 那从来没有回到自身 这个血就是我们 在大脑里面的 是求跟下是求 然后呢 很居然而然的 我知我见 我们就会忘记 就是造了好多好多的 不好的那个恶果 那我们一般以为 在做善事 其实善事的后面的 背后的能量 还要更细微的去检视 那比如说 我们就是 一般人就是 在过年的时候呢 不是因为流浪汉啦 来反斗 请他们用餐呢 然后呢 我们如果呢 没有去看清楚 认清楚 他们就是要 用餐的餐点的 东西是什么 是荤食呢 还是素食 如果你都不知道 他们用了一堆的 荤食的时候 那我们又参与的时候 哇 这个很大的工业 所以说 以为前面是在做善事 其实背后 那个能量呢 就是有一个 就是 共业的恶果 所以呢 要非常非常留意 我们在做的善事 是什么善事 独头一字 自求跟下自求 他就 他就是做一个平衡的 他就圆满了 所以呢 在身心 还有要走到一个觉悟之路 这个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楚 再来呢 那个阿汉金这边说到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先忏悔 那为什么要先忏悔 因为我们往 我们累劫累次 所造的罪 那我们就可以解释 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这一世的 这个能量 这个习性呢 就是累劫累次 带来的 所以呢 当我 比如说我现在此刻 我有一个贪法 我有一个贪吃 我有一个贪睡 这个就是累劫累次 意思带到现在 那我们现在 好不容易有法了 我们有三宝了 有佛法身了 我们就好好的 进入到 这个 佛法身 对着来学习 尤其是 有一个觉悟的 希达多太子 释迦牟林佛 他 实在让你看 而且 更殊胜的 在他觉悟的那 他说了一句话 齐灾 齐灾 人人本性 表示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佛性 只是呢 我们被我们的三宝 就盖住了 没有把我们的佛性 彰显出来 那现在呢 就是 支持 所以我们要从 忏悔 那忏悔 那就会 慢慢慢慢的 就如同 一个黑暗 黑暗 那光明来了 黑暗 他很自然 也就不见了 所以呢 这里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一定要光明磊落 一定要光明磊落 光明磊落 就不会有很多 复长的东西 藏在我们的 我们的死心动面 那如果呢 他那个密度 累积够的时候 很自然而然的 他就有一个 又有一个事件出来了 所以呢 每一个事件都 光明磊落 光明磊落 当下猜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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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 比如说 我们去 我们在挑猜的过程的时候 不小心 用纸了一只麻蚁 或者是 那种伤心 都要 很纯真地跟他猜悔 很纯真地跟他猜悔 很纯真地看着 这个 在跟他做归衣 所以呢 很多事情 就是说 我们要 我们要 我们